iPhone或iPad的使用者 在使用地圖的時候 多半都有猶豫過 到底應該要用Apple內建的地圖 還是Google地圖呢? 而這兩個地圖其實都有各自的優點 Google地圖最大的優點 就是它的圖資以及商家資訊相當的豐富 而且網友的討論以及貢獻 也都相當的可觀 再來它是跨平台使用的 所以只要你有瀏覽器 基本上就可以瀏覽 而Apple地圖一樣也可以用其他的瀏覽器打開 但是在瀏覽的時候範圍會被限制住 沒有辦法自由自在地去看更多的地點 而Apple地圖最大的優點當然就是 它跟iPhone以及Siri的無縫整合 這點其實就跟Android手機 以及Google地圖的關係差不多的意思 另外導航功能也有內建特殊 以及可以搭配Apple Watch一起使用 方便性也提高了不少 而有人會說 Apple地圖的導航比Google地圖好用很多 尤其是會爆入民的這部分 但圖資跟商家資訊 真的遠遠不及Google地圖 而且在導航模式的過程中 也沒有辦法和現在地圖上看到的地點 直接進行互動 這一點就有些不方便了 當然Google地圖也有它的缺點 像每次開始導航的時候都會說 往東南、往西北 而台灣的汽車通常不會配備指南針 所以這個資訊一點幫助都沒有 常常還是得讓車子先移動一段距離 才知道到底應該這麼走 所以導航到底哪一個比較好用 這個還是見仁見智 像我還是比較偏好使用Google地圖來做導航 那既然兩個地圖都有各自的優缺點 那我們只要在適合的情境使用適合的地圖 那不就好了 但是要在兩個不同的地圖App裡面 不斷去交互搜尋同一個地點 說真的也是有點麻煩 因此今天要介紹一個我製作出來的捷徑 我把它取名字叫做切換地圖 有了這個捷徑 不論你現在正在使用的是Google地圖還是Apple的地圖 只要點選地點之後開啟分享選單 選擇切換地圖的這個捷徑 就會幫你用另外一種地圖開啟同樣的地點 而如果你正在使用的是Apple地圖 還可以搭配用Siri的語音 直接說出切換地圖就可以了 有了這個捷徑之後 你就可以很輕鬆地在兩個地圖App之間 交換地去查看同一個地點 目前這個捷徑我自己測試 在台灣中文語系 或者是英文語系的地圖上面使用 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問題 而在日本就會一點點小小的誤差 在韓國就會有非常大的誤差 但如果你是在台灣 或者是中文語系的地區使用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夠用 所以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